中南大学 每天这个时候 这座占地三百八十万平方米的校园 仿佛就在晨曦中苏醒 开始了它新的一天 这里汇聚着五万多名深深学子 我们从全国和世界各地来到月露山下湘江之兵 在这里快乐地学习生活 享受着黄金般的大学时光 中南大学是国家985-211首席重点建设的高校 我们的办学理念是始终不余的追求卓越 我们要帮助每个在这里学习的同学成长成才成功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国内一流 四个知名的高学生研究生大学 我们的使命是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我希望我们这次拥有七万多学生的著名大学 能够培养出大批的接触人才 有一位老教育家曾经说过 大学非大楼之未言乃大师之未言 在中南生活的四年 有多少间教室多少试验室 说实在的我也搞不清楚 但我知道这里有15位中国科学院士和工程员院士 6位国家教学名师 26位长江学者 800位博导 4000多名政府教授 他们才是这所大学最强大的支撑 也是我们学在中南的切实保障 这位就是在央视百家讲台上 主讲过峡谷楼勤路防御的杨宇 课讲得非常好 拥有无数的粉丝 怎么样 算得上是美女教授了吧 在中南大学 我还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普通老师而已 我们学校有很多顶尖级的专家人物 比如说我们的校长 红波冶金专家黄博寅院士 还有国际象徒学家金展鹏院士 还有遗传学家夏佳辉院士 还有我们的金国英豪机械学家 中绝院士等等等等 还有一大批的国家级的省级的教学名师 他们都应该说是各自学科领域的顶尖级的名师了 深厚的学科背景以及在国内的领先位置 涵盖几乎所有学科门类的完整体系 一批冲击世界一流的强势学科群 六个一级国家重点学科 三十三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 八十七个与国家需求和国际民生密切相关的专业设置 你要注意了 这一切可是你选择中南的重要理由 我学的是材料专业 当初选择中南 就是因为这里的有色金属材料 有着国内最完整 整体水平最高的学科体系 你看就知道我是学医的 学医嘛一定要来中南 因为百年乡雅 可是中国医学教育的一块金字招牌呢 现在不是说进入高铁时代了吗 中南大学的高速铁路建造 与高速列车外形设计与气动性的研究 在国内那是最领先的 在高等教育逐渐趋于大众化的今天 中南大学坚定奉行精英教育 我们的教学理念是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 全面实施以大类招生 大类培养 选客制出口多方向为核心的 本科人才培养新模式 一切为了发掘学生的潜能 张扬学生的个性 我们这个班是为响应国家的 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而成立的试验班 实施英才诗教和个性化培养 除了工程人才实验班之外 学校设有注重全面发展 培养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 适应国际竞争的物理升华班和化学升华班 以及实施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机制 着眼于增强学生国际事业的中奥班 同时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 普修不同的专业 保送优秀英界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总之在这里 每个人只要有梦想有潜质 学校都会为你的成长提供优越的条件 我是去年保送读研的 和我一起保研的大概有1300多人 中南的保研比例挺高的 去年统计好像达到了17% 奖金金很多啊 比如说密塔尔啊 还有猫医生啊 还有美女啊 还有比亚迪业教学金 世界海上教学金啊 蛮多的大概有四五十多吧 对啊 每年应该有好几千万吧 大概70%的同学都可以拿到 除了在课堂上课 学校的课外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相当丰富 各种学术讲座和素质教育长年不断 各种文化活动精彩分成 科学实践 社会实践 硕果累累 校园里的多学科环境 和富于浓厚文化内涵的校园氛围 潜移默化的熏陶着我们 浸泡着我们 双双的阳光 双双的轴 双双的心情 双双的笑 双双的奔奔奔奔 双双的口 双双的钟难过来了 叫一声同学缘分注定知道老 走一走向远石部之内有芳草 就一马才艺青春亮丽又时尚 做一回达人潇潇洒洒我对潮 我的快乐我幸福 我的大雪我骄傲 我的青春我做出 我的未来我大高 双双的红墙 双双的刀 双双的呼吸 双双的跳 双双的冲冲冲冲 双双的敲 双双的风化真一笑 给一点光热胡吃胡吃就燃烧 给一片天空看我战士上就消 给一个理由无悔无怨爱上你 由一段记忆永远远远忘不掉 我的快乐我幸福 我的大雪我骄傲 我的青春我做出 我的未来我大高 人在大学阶段一般有一个规律 大一大二懵懵懂懂 到了大三啊 这个时候的我们呢 开始认真的思考 规划自己的人生 我要告诉大家 在中南只要有梦想 肯定有机会 我在这里度过了九年的时光 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习 记得在我大一的时候 那是2003年 我深入到农村去调研 进行社会实践 将自己写成的调研报告 寄给了温家宝总理 没想到还收到了 温家宝总理的回信 本科四年 我拿到了四万多元的奖学金 本科毕业后 我放弃了清华硕博联赌的机会 留在中南 一边读研 一边自主创业 在学校的帮助下 我开发了自己的产品 成立了自己的企业 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里是你实现梦想的地方 我在中南大学读书期间 利用自己的稿费和勤工俭学 设立了一个阳光基金 资助了三十多名贫困学生 2009年 在国家教育部的支持下 我到英国牛津大学 进行了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学习和研究 如今我选择回到母校任教 是他给了我成长所需的机会和营养 2006年专科毕业以后 我就来到了中南大学 在这里读了两年的本科 三年的硕士 这里的老师 这里的同学 这里的氛围 让我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 我非常感谢中南大学 现在大学生就业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却很抢手 一个学生毕业通常能有五六个工作岗位在等着你 我们的专业设置非常契合社会需要 而且经过中南大学的培养 你就是最棒的 走在中南的校园 可谓是藏龙卧虎英才云集 在食堂打饭的时候 排在你后头的文静女生 也许她刚刚在国际顶尖的杂志发表了学术论文 在球场上和你争抢篮板球的掌斗男生 没准十年 二十年之后 她就掌管了一家大型国企 我叫孙晓三 2017年从河南考入中南大学 我非常喜欢学习材料专业 爱钻研课本 爱动手做实验 在大三这一年 学校把我作为交换生之一 盼往欧洲学习 目前我收到来自建小大学的预录集通知书 我想对你们说 中南天高海阔 你想飞多高就能飞多高 我不是学音乐的 我的专业是临床医学 来中南两年多了 除了日常的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外 我还在刻余时间坚持钢琴训练 09年 学校为我举办了中国大陆的首个医学生钢琴独奏音乐会 今年学校又送我去新加坡参加国际音乐比赛 获得了专业组第二名的好成绩 在中南只要你想灿烂 这里不缺阳光 走出校园 咱们中南的学长前辈 更是给母校增光天才 五湖四海各行各业 中南学子走到哪都是最优秀的 我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努力地学习 锻炼好身体 将来能够升入一个好的大学 成为国家的重量制裁 为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提高 做出贡献 从铁道部机关到各铁路设计 施工运营和工业生产单位 到处都有我们的校友 欢迎同学们到中南大学来 学习铁道专业 最后为我国铁路现代化 做出贡献 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我套一句话 是喜看神州策划 那么我希望 我看到在我身边 有成千的年轻人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快速地超过我 走在我的前面 这样国家和人类才有希望 在中南的大黑时代 我学的是一地局 学校的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 使会有机会脱宽 关于人文室内科学方面的支持 特别是呢 在以解能力方面经过的系统 对后来的多方面的开展 准备着基础 跟那种调 人生的路虽然漫长 但是紧要处往往只有那么几步 尤其是在人年轻的时候 我很庆幸 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选择了中南大学 我能从一个贫寒的孩子 成长为一个掌管几百亿资产的集团 得以中南大学的锤炼和教育 永远的为你感动 永远为你重复 为你重复 为你 reveal 王小别人 他reichen其他日子 曾们太累了 장을学习 永远就是 能复运 皆是